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我们都说每一次录节目 然后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跟李董聊了三段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都还没有聊到 其实李董跑的马拉松 虽然不是很多 后面就玩铁人 可是他马拉松的成绩 非常的惊人 我在梅花湖畔 听到他讲说 他是怎么走怎么走 听一个整个 刺一条 他怎么那么厉害 你是怎么训练的 我记得你第一场就很趣 因为我对跑步本来就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在铁人三项 跑步也是我的强项 在2006年年底 你当时是先升铁人 才可以升马拉松的吗 对 我先升铁人三项 才跑半马 半马走后觉得半马在走得很好 我跑到100公斤两公斤 所以后来我就说 没来跑全马 所以我在2006年的IMG 我就会跑全马 那位我是安生用10.5的时数 来走 但是在那招马拉松的时候 路上没有里程的路标 都是倒数才有路标 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路标 所以速度控制得不好 我那时候是安生用4点钟 又13分要把它走完 结果走得太近 走到剩下15公里的时候 我说 还有一点钟 我说我是说 如果这样我就走到30公里 我才开到3点钟 开到2点多钟那样 所以后来我就是说 那这样像12公里我还好 再招一个我有机会 在4点钟完成 所以后来那12公里我就招四名走 你的IMG又跑到环东大道 我去去路路了很多 我看一路都没兵了 那时候我就一路超越 跑到半路 差不多两公里 我招到我一个干部 你公司的人 我公司的人 我说 我有机会4点钟 他说我没有机会了 后来我们两个对着时间 他比我拿差2分多钱出来 后来我们这个同仁说 他说他要做我的幼兔 要比我走 他要当兔子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我两个知道 招到我那两公里 招四名走 招四名走 因为那时候 要走台北市政府前 基隆路的地下道 我可能跑到太快后来 有救援吗 要出来的时候 突然感觉 哇怎么会这样 抬腿这么困难 稍微中途 后来招到有 4点钟空8秒 0.8秒 对对对 后来我转一个 跟困难两个月 参加金石马拉松 金石马拉松 我的目标是 希望说4点钟里面 可以走完 我稍微保守 所以我希望说 做饭店可以 1点钟又59分 这样叫保守 结果我真的做饭店 1点钟又59分 所以你第100的速度 完全都叫你的速度来控制 叫我的速度 回程的时候是说 回程如果1点钟59分 我就3点钟58分可以走完 回程没小心走得太快 所以后来3点钟57分我就走完 所以这是我第二次的马拉松 所以因为跑步本来我就很擅长 还有因为我常常在跑步机上面跑步 你早跑坏很多台跑步机对吗 对 我就 当然这说跑坏也可以啦 另外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用跑步机的人 用久了还会对跑步机挑剔 感觉说啊 这个想过六五 还会升级这样 所以我比较接着跑步机 跑步机就有比较无限时间 对对 你在时期啊 在时期啊 你像热天时期啊 你地肥很早 你如果7点起床 哇 去头都外面很满 你就在室来跑步机走 所以你冷气把它吹起来走 也很舒服 所以说我个人 很接着跑步机跑步 跑步机跑步有一步好就是 可以训练去定速跑步的经验 因为我们铁人队在困难 如果不是在国小的200公尺跑道 就去政治大学400公尺跑道 在跑步 我都五分钟走一公里 所以400公尺跑道 对我来说走1点多2分钟 我都懒得计全数 我就用对时间啊 第一年1点钟59分 第二年1分59秒 第二年可能2分空1秒 就都那些分针来到整点 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人了 你有够准耶 你都分几乎是都不差 就是每天都使用的定数 你的跑步机照顾的人 我们的肌肉已经有记得要用什么速度去走 你这个400公尺跑道 反正2分钟就要矫正一次 2分钟就要矫正一次 你等一下知道吗 上一次我们就在说你这个速度跟什么 跟世界记录24小时的保值 关加量医 他一只也是2分 很准就2分都不差 但是他走他就4点钟 我才走50分钟而已 但是其实李董你这样说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还蛮特别 有人不爱找跑步机 一直爱找外面 像你像跑步机 不过我认同说跑步机 其实它是对定数很好的一种训练 所以你的速度就是这样 全部都测出来 这样分练出来 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 要经营数件 所以说来我哪里 比较想不开 工作我哪里 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我可以拿来 运动的时间 比较没那么规律 有时候可能暗时 有时候可能重道时 有时候可能宰洗头 所以不一定说 一定是什么时候的运动 我如果要去外面运动 太晚出的感觉不一定安全 对 宰洗头太早起床 进前晚上晚上 晚上睡觉 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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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我比较晚 暖天时 很暖 漏天你出去不了 我跑步机 我冬天 宰起来很温暖 暖天宰起来很凉爽 夏天我宰起来 没有受影响 所以我这是全十字 对 不受任何天后影响 所以我这跑步机有很薄 我这招跑步机 我平常都给羊脚一度 你会用一度 一个person 是怎样才用一个person 因为我们跑步机都只腿扭起来 跑步带往后跑 往后拉 我们在超长在走 我们身体要往前推的力量 跑步机不需要 所以用跑步机走起来比较轻 你假设把羊脚养一个person 他走起来感觉 差不多跟我们在超长在走 六头差不多了 好 你算得很精密 没有了 我就去1%看看感觉是什么样 后来去去2%感觉是什么样 又回来去1%感觉 多感觉几次 然后再去超长跑几次看看 感觉几次以后 我得出的心得是1% 跟在超长在走无风的情况下 用1%是差不多的 你是怎么在第一站的时候 走上近就是 人家说你在跑步机练习 你参加比赛的时候 就是比赛那种好好的身体 情绪 看了这么多人在温暖的亢奋 所以走上近 不然我在跑步机也练很久的4.5公里 你练很久 我练很久 我为了要去走马拉松 我在跑步机10.5的时速 我最终也走过100公里 一次走20公里 10.5 但是还是记忆没有很养成的 因为没有校正的机会 在马拉松赛场上没有校正的机会 比如说像我们在北海岸走 它有里程 我们可以用里程来校正 因为公路都有几公里几公里 你就是金氏就是这样的 ING都在台北市区在走嘛 台北市区的原来我去 原来我去 没有里程的标示 所以没有校正的机制 所以其实虽然你说自小人高大线你很久走 不过为了要练马拉松你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你绝对不会说我障事的自己支持好就去走这样就行 走不完啦 现在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跑步 这个时候叫我去走10公里就走我感觉这个 这个时候叫我走21公里就走不完 你如果想要去走全程马拉松 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 最后也要2-3-5月份的 这是我的感觉 尤其是我走都走4.5月左右 你如果没分年哪有可能 腿要抬几万次了 要抬几万次 对啊 42公里是4万2千公尺 对啊 平均走一步70公分 对 已经要跑6万步了 对 6万步要这么快的频率 走6万步 还要打这么大波 嗯嗯嗯 无分年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能 只能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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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腿也抬不住 对 腿这样这样沾也抬不住 嗯嗯嗯 所以看我们李董 其实不管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去做准备 啊我想说 哎 他刚才我们上一段的时候 你有说就说教育 你教育你的小孩 我就想说李董有一个理念 他说 我记得你看过说 哎有一个澳洲的青年 在1900 西元1999年 嗯 他就去这个 对对 哎 环游世界翻船嘛 对对对对 用船啊 对啊 现在还有一个女生 也是这样在做 嗯 然后你就在思考一些事情 说很多的企业家 或者是很多的运动家 其实大家最重要就是勇敢 不过我们 我们东方人 对父母亲 对小孩子 就是啊 忙着会跌倒 对对对 这个好像是就造成说 出来之后 大家在工作上面 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差 那个那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对不对 对对因为出社会以后 要有一番成就 需要很勇敢 需要很有勇气 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嗯 这种人格特质是很重要 嗯 人格特质 有些是天生 有部分是天生 有部分是后天培养的 嗯 那勇敢这种特质 在教室里面培养不出来 嗯 一定要透过户外活动 嗯 好 户外活动 它有一定的危险性 嗯 有一定的难度 啊 比如说你在操场在跑步 自己的那个核体在跑步 核体跑步变数一定比较多 对 对啊 然后你说你这爬高山 对 它又很多变数 嗯 好 那那透过爬这些山 一开始孩子觉得很困难 嗯 但是我们协助他去完成 对 你怎么让这些小学生 然后你怎么敢去推动 让他们在御山领毕业证书 这件事情 对啊 这就是需要有足够的训练 我们经过半年的困难 啊 比如平常在学校 每个礼拜就要求他们 要爬一次楼梯800阶 哦 啊 然后每个礼拜有一次的游泳 要求他们要常游30分钟 嗯 每个礼拜有两节体育课 至少有一节要拿来跑步 嗯 至少要跑 一开始跑一千公尺 两千公尺 逐渐加到三千公尺 小学生呢 对啊对啊 OK啊 啊然后我们还有六次的 死地的登山训练 好啊 经过这些训练以后 其实本来 这只脱鱼 肉鱼都变脱鱼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要去背御山 基本上是没什么困难 当然我们也有设一些减合点 嗯 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们会再看他的身体状况 误嗯嗯嗯嗯嗯 응 那个心脏心跳速度 如果过于快速 就知道说血氧浓度不足 知道他这个要在宫顶 要爬到顶峰就有困难 所以我们就要求他在排音山上等待 大家八山回来之后再带来 所以我们不是很盲目 让每一个人这样 就是要让他这样报复平和 不是 我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慢慢把他的体能锻炼起来 所以我们的孩子可以完成 玉山登顶的比例都在90%以上 很高 对 去参加的比例也都有七八成 就是说有七八成的孩子愿意去爬玉山 去爬玉山的孩子有90%都可以完成 登到玉山的顶峰 有部分孩子可能到排音山庄 其实能够到排音山庄也不错了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排音山庄也3400多公尺 他从塔塔加安部上去还有落差800公尺 而且在这样的高海拔的环境 事实上他的这个氧气的含量已经蛮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都会感觉瘦没空气 所以他的心跳就会加速 心跳越加速 他就越瘦没空气 就会产生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教他就一步一脚印 就要不要让自己串了 慢慢来慢慢来 这个有技巧 玉山的路现在收了不错 所以一边悬崖一边敲壁 孩子只要不稀细遵守纪律 有足够的训练 有适当的装备 其实他安全性是还算蛮高的 其实他们有这种 不管是小孩也好 或是你的员工 你去爬过这样子征服台湾 不能说征服 我们去爬完 那个对山的 那个你对很多的人生观 我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气势 当然 而且他对自己也会越有信心 一个人为什么不勇敢 就是他对不可知的未来 他没有信心 那怎么样让他信心 就让他知道说 只要经过冲婚的准备 你是OK的 那准备的过程 他会慢慢去体会 去内化 说我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我这些是必要的 将来他遇到任何困难的问题 他就不会退缩 他就觉得我这个困难的问题 我要具备些什么资源 我要投入什么努力 最后要把它完成 只要这个规划得当 大概完成目标是OK 对 经过这样 在他人生历程里面 都是经常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设法去完成 下次再加一点点难度 又设法去完成 逐渐难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他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人 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因为康乔要培育 具国际竞争力的社会精英 一个具国际竞争力的社会精英 本来就要有十足的勇气 那勇气的培养不是在教室 看100个勇敢司机 不会被扭泳 要出去尝试个几次 才会被扭泳 我们最后这个李董 最后这个结尾 做得实在是非常好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很多不运动的人 会看我们这些比如说在跑马拉松也好 或者是玩三铁的人 或者是挑战百岳的人 就会觉得说你是小的 其实不是 那是一种反而是你的人生观 然后你更健康 你有更美好更积极的人生 对 没错 那我们非常的谢谢李董 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运动的人 可以去这个幸福企业找李董报到 喜欢运动的人赶快从现在开始运动 等一下下楼就用走楼梯 用走楼梯 不要坐电梯 从现在开始我要走楼梯 不要坐电梯了 对对对对 好谢谢李董 OK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谢谢